大咖来科普 大咖来科普 各位爱心梦想家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H2U 踊跃健康吉他的CEO 陈俊佳 今天我来跟各位 再介绍一下 数位健康H2U 能够怎么样的去影响到各位的生活 或许各位每一天 已经潜移默化的 都受到我们服务的影响 我们在做 数位健康H2U的过程里面 我们一直以来 就希望健康不只是一天的事情 健康应该是每天的事情 过去大家在想到健康 常常就想到的就是健康检查 每一次只要去到健康检查 发现这次过关了 就开始再去荼毒自己的身体 而没办法做到每一天的健康 所以我们在做健康管理的 这整个设计的过程里面 从7年前开始我们设计公司 我们就期待健康 它是一个360度的健康 而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健康意识 你必须要先知道 怎么样能够健康 然后你必须要能够 有一个意识告诉自己 要去取得健康 那之后你才能够 开始往健康的这条路走 后面才会有所谓的健康检查 健康管理 健康促进 生活形态优化 它是一步一步的能够达到健康的目标 所以在健康意识这件事情上面 勇业健康过去琢磨非常多 我们旗下有两大平台 我这边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旗下的第一个平台是 运动笔记 运动笔记这个平台 我们知道健康跟运动 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当初我们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平台 叫做运动笔记 这个平台最主要的目标 是能够让运动者获得幸福 所以我们在里面 有非常大量的一个运动相关的资料 不仅从马拉松赛事的资料 到全台湾百岳登山的相关资料 到自行车 你需要具备的所有知识 到棒球 到篮球 所以让所有的运动者 都能够轻易的上手 同步也能够将自己的记录 放到社群上面 能够跟更多人去做互动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平台 也是目前台湾最大的一个运动社群 每天也持续的在 影响了很多人的运动习惯 同时影响了很多人的健康 特别值得一提的 我想是践行笔记 因为践行笔记在过去COVID-19之下 很多很多的海外的台湾人都回到台湾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在没有投地大量的广告的情况之下 爬山的人口数实际上大幅的激增 我们践行笔记的APP 现在也长足的站在整个APP store运动类的首位 所以这个是我们旗下的运动笔记集团 在做的事情 再来我为各位介绍一下 H2U踊跃健康集团旗下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叫做早安健康 早安健康的英文名字叫做Everyday Health 就是每天健康 每天都做得到的健康 这也是当初我们在创立这个平台的一个核心的初衷 我们希望让健康能够变成每天的事情 每天都有能够做到的健康方式 过去在健康医疗的文献 都是非常艰涩难懂的 医生常常讲的话 或许也都大家不是很容易能够理解 因为太多的专业 如何能够让健康变成白话文 变成易懂的知识 图说 甚至是影片 这也就是永悦健康集团的早安健康 持续在做的事情 那我们也非常幸运的 在过去做了这件事情以后 也得到台湾广大用户的一个肯定 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年 我们的FB的粉丝超过百万人 LINE的粉丝也超过百万人 同时我们每天的active user 也都超过了300万到500万 如果大家看一下台湾地区的所有流量的排名 就会知道早安健康 我们的流量在台湾是跟Nefers并驾齐驱 所以Nefers是大家每天现在可能看片的 一个很重要的平台 那可以知道台湾的就是民众 重视健康的程度跟看片的这个流量 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说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能够让每一个人每天 都能够更多的去掌握自己的一个健康状况 所以在去年COVID-19 新冠疫情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就是台湾政府 当然我们做了政府做了很多的事情 可是我想另外一块 就是台湾的百姓实际上 也非常重视自己的健康 我们过去一年在健康相关文章的流量 也都是成长了大概30%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过去现在台湾的人对于健康知识 健康意识的掌握 实际上是与日俱增 然后也更希望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一个健康习惯 所以这是我们过去看到的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可以跟各位分享 就是过去关心自己的健康的人 是以女性为主 所以我们早安健康的整个用户群 大概70%是女性 但是在过去这一年 我们看到男性用户实际上大幅的成长 因为新冠疫情的相关的知识 或者是讯息 对男性能否工作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 所以我们也看到 实际上在我们的族群图谱里面 也看到男性也更加的重视自己的健康 所以如果各位对健康的讯息 能够希望更多的了解 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更多的人 来看相关的健康知识 然后我看到现在很多的长辈喜欢传早安文 那未来不妨就可以传传早安健康文 能够跟自己的父母 跟自己家里的长者分享健康讯息 让大家一起每天都健康